NBA克服23分落后爱德里奇律马次逆转雷霆马次对金 18日迎战目前连胜的雷霆 虽然马次一度落后达23分 不过在第二节起回神 靠助攻手两端的发挥 以104比101击败对手 终止雷霆的三连胜 开赛雷霆把马次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打出一波32比15的攻势 不过第二节开始马次对回神进攻 防守都找回手感 将比分追进 第三节中了前38秒 马次靠助戴维斯伯塔斯的三分球 将比分追至78比78平手 此战他为球队贡献9分 马次在第四节取得超前 雷霆卡梅洛安索尼在独秒阶段在三分线上投篮球近 不过被判定脚踩线 因此为两分球 没办法为球队追平 最后吞下败战 此战拉马库斯奥尔德里奇攻下全场最高的26分 9篮板 丹尼格林也贡献17分 而雷霆队 CPR连线卡梅洛安索尼攻下全队最高20分 6篮板 保尔乔治17分 7篮板 6助攻 而拉塞尔维斯特布鲁克则是进账15分 9篮板 9助攻 差点完成大三元 9篮板